趙偉好 主委好 市長好 我想跟兩位做請教 因為今天趙偉排案審查 有關於各項選罷法的案子 那其中 比較至為癥結的有三項 這三項我們今天都會討論 一個就是選罷法的門檻 另外一個就是 可不可以再針對罷免案 罷免案的門檻 罷免案可不可以宣傳 以及就是所謂原住民候選人 地補還是補選的問題 缺額的時候 那首先就針對這個門檻的部分 那我想先回顧一下 因為我今天上午都很仔細聆聽了 各位委員跟各位救教的 這些項目跟你們的回答 那但是我覺得 在討論一個法案 歷史感不能沒有 因為我們最近當然知道 各單位的事件 引起了很大的波濤 那當然這個都沒有成功 那到我們當然引起了 後面很多的政治迴響 可是我更想要 跟大家探討的是說 當然這雖然是已經發生的歷史 我想請教兩位 不知道誰要回答 就是我們是哪一年把這門檻提高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回答我們 民國83年 好 民國83年把它提高 那我先請教次長好了 您知道原因嗎 當時的歷史背景 這個我想請我們民政司司長 那您稍待一下 市長可以 那您先請主委 您知道那個背景嗎 對 那個和事立委的案子 那時候有提了台北縣的幾個案子 好 主委講的沒有錯 就是當時就是為了要罷免和事立委 其實和事的議題已經是貫穿好幾十年的一個案子 那在當時即便是這個國民黨執政 即便是國民黨佔多數 但是當時的民意很強烈 對於和能的憂慮不安 所以當時呢 包括洪秀柱 詹育仁 韓國瑜 魏庸等等的委員 強行的 還是連署了 就是支持了這個和事案 所以引發了反和團體 以及在地的居民 很大的一個恐慌 所以就針對了這一些委員 開始要進行連署 那在進行連署的時候呢 我提醒一下當時的法律規定 當時的法律規定裡面 沒有像現在的高門檻 當時的法律規定是說 原選舉區選舉人三分之一以上投票 而投票的同意罷免票 多於不同意罷免票就通過了 我們跟憲勒稍微對照一下 也就是現在是提高到二分之一 也就是要50%的投票率 以前只要三分之一 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差別是 以前不管你是同意不同意廢票等等的 只要同意罷免的 相對於不同意罷免的 機會通過 但是現在變成絕對值了 也就是你這二分之一以上出來投票的人 當然也可能沒有的話就沒有過 就算是有超過二分之一出來投票 但那中間要超過50%以上同意才算 到49.9都不算 對不對 這樣沒有錯 我的解讀沒有錯 先生有效票的意思應該就是說 贊成跟反對啦 同意或不同意啦 這兩個加起來叫做有效票啦 因為其他的可能都是那種 亂概的那種嘛 所以有效票應該是會超過50% 在這個過程當中 剛才有回顧的那個歷史 你知道為什麼很重要嗎 因為這寫下了整個我們立法史裡面 立法委員因為即將來的罷免案 已經在連署當中囉 他已經依法核憲進行當中的權利 結果以剝奪人民罷免權益 有違憲之餘 這是憲法賦予的權利 有違憲之餘的方式 自肥立法的惡例 其實是在民國83年 剛才您告訴我們 事實也是如此的 所謂的永和立委 就是核四立委 遭到連署罷免的這個過程 竟然在當時用多數的暴力 讓一個不是說我們現在在討論 那個已經過去像 有何欄委立委的事件已經結束 新的戒期開始 我們在檢討過去在討論未來 他不是 他是現在進行是即將被罷免的立委 他用這樣的一個修正的方式自肥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個是立法史上一個污點 一個惡例 一個很不堪的歷史了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在修法不能沒有歷史感 我們不能只有戈籃委計畫開始 才是我們台灣立法史 83年那次就是一個很大的污點 那這個污點裡面 我要回頭再來跟主委跟次長就教 為什麼我們認為這一次的提案 很有重要性 光是這樣子過去的舊的門檻 因為早上你們也有提到 有委員垂群說 那到底成功率是多少 我們這已經有自己整理了 因為曾經 我記得你們的回答裡面 也有曾經提到說 也不好門檻低到 經常有人 三不五時選後罷免 讓選舉恩怨 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這一點我尊重 但我要提醒的是 即便是修法前的那樣的低門檻 我不知道那叫做低門檻 三分之一搞不好有人認為是高門檻 就以修法前的三分之一的門檻來看 總共從民國 就是69年 全罷法訂定至今 總共也才不過有69件的提案 而69件的提案裡面呢 通過提議階段的才61件 真正可以開始進入到連署階段的才23件而已 一年不到一件 然後呢在這種情況最終通過罷免的 兩件 這兩件裡面 83年以前的是76年的台北縣 共僚鄉鄉鄉民代表江東木 83年以後的只有一個 一個村長 就是民國86年的新竹縣 虎口村村長 范冰元先生 86年之後到現在啊 快20年 一件都沒有啦 包括當然去年轟轟烈烈的戈籃尾計畫 那我用